大家好,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今天我们来继续这周的好物分享 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下我皮肤护肤的时候抗痘的一个成功经验 我以前是这么多年来来回回都一直有生痘的这个问题 以前的时候呢,就头顶这儿啊,还有这个T这个区 还有下巴这儿挺容易生痘的 大概是今年年初也还生过痘 或者是就是去年的春天生痘生的特别厉害 这个呢,挺麻烦的 因为虽然青春你已经不在 青春痘还经常来过来骚扰 它的问题呢,就是容易感染 然后每次即便你很忍住不去抠的话 它有红肿,最后留疤 这个我在过去两年多来开始注意护肤的时候 首先要想的一个就是有几个诉求 一个是我的问题是有这个痘 然后还有以前没有太注意防晒 有这个斑 还有呢,当然我因为最近过去两三年 体重下降了之后呢 脸上的没有了那么多的脂肪就会有皱纹 比如有这个法令纹 嘴角有这些皱纹 我也希望有一些改善至少能让它稳定 所以通过这个几方面我来选择我的护肤的产品 今天主要来讲我怎么样开始空洞 空洞呢,我现在总结下来有三个产品已经用了 在不同程度上至少有一年了 这个是一个洗脸的 这个是CeraVe的 有这种水洋酸2%的 它以前有一个是没有标明有2%的 这两种产品我都有 我实际上没有觉得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因为这个它有几个好处 是一个新产品有标明2%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成分来控油 而且它还有这个叫niacinamide 这种神经鲜胺 所以都是很好的活性产品 所以我还会决定这个已经都空了 快要空了 用完之后我会继续回购这个产品 这是洗的 我是只是晚上用这个洗 早上因为没有那么多油 就用清水洗就好了 这个产品人二酸 这个我用了好多瓶了 好多管了 这个也是有酸性的 我一般是早上洗完脸 涂上维生素C之后就马上涂这个 这个它本身是控油 而且也会也有一点点这个水洋酸 所以就是早上虽然我不用洗脸 没有用这个水洋酸的 这里面也有一点点水洋酸 它也是本身有去斑 还有去控油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早上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多功能的 就是A酸 这种叫做Tretinoin 这是医生处方药开的 处方药是0.05%的 我现在这个呢 一般每周只用两到三次吧 因为这个一定要离眼睛远一点 我已经有干眼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还是工作看守 看这个济缘机很多 而且到我这个年龄就慢慢的有老花眼 所以干眼老花眼这两个加在一起 让我对眼睛的注意保护特别好 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如果用的多的话 它即便不涂在眼周 我是眼周是保护的非常好的 但是呢它也会有 它会慢慢的到 即便涂在别的地方 它也会慢慢的跑到眼睛那儿 所以这个我一周只用两到三次 但是这三个产品结合起来 同时呢要是饮食上注意 比如我现在的饮食结构是 我基本上不吃这种加工的 这种很纯的糖 比如说巧克力啊 含糖很高的巧克力啊 面包啊 这些我都已经不再吃 吃饭呢 主要都是吃一些粗米粗面 水果里面的糖 还有呢 就是我的奶制品 我非常注意的控制 比如要去巴黎玩的话 我会吃那种很特别的起司 cheese 但是我不会每天都喝奶 因为奶制品呢 对很多女生来说 可能会提高它 增加它生豆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三个产品 饮食啊 还有各种其他的方面的调节 比如睡眠好一些 确实就没有豆了 我都不记得上次一次 长豆豆是什么时间了 就舒服很多呀 每天就开开心心的 不会有痛不会有痒不会有觉得很麻烦 好 如果你喜欢那个节目帮我点赞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好